小朋友跟媽媽 等一下你們登機的門在六號門 松山機場櫃台 國際線集滿Trick in的民眾 未出國體驗活動 吸引上萬人報名 現在桃園機場也想比照辦理 但不同的是 帶你真的飛上天空 就很漂亮 像有一種環境在那裡 像這樣坐上飛機 看日出或是搭機環島 機上還有飛機餐可以吃 也能大買免稅品 飛行航程耗時約一到兩小時左右 繞台灣一圈 打算收費約兩到四千元 很酷耶 這滿酷的 可以看下面的景觀嗎 可以看台灣 我會耶 那幾乎有六千 那應該六千以上 那大概六千左右 如果我要坐飛機 我一定是出國 我坐飛機的話我還台灣 我就沒什麼興趣 初步規劃 船龍航空將由Holo Kitty 彩繪機直飛 讓民眾有力出國包機體驗 航空公司可以同步的 讓飛行機師的執照有效 那又同時能夠創造一個收益體會通關 進去之後 裡面還有一個環宇商務 享受貴賓室的服務 真實感受飛機起降 觀看安全示範影片 吃飛機餐還能買買免稅品 目前都還在規劃階段 但這一切都還得與民航局 和疫情指揮中心討論 但搭機環島讓15期旅遊未出國 似乎也讓民眾多了新選擇 再順便張宇宣 你一聽太不懂 你們 講 anta 是 先 我們 開始